苹果纽约新零售店 设置永久的专用提货区 本周 苹果在纽约市开设了最新的Apple Store杠杠 Apple the Mall at Bepoza 这也是Bronks区的第一家苹果零售店 Apple Store的粉丝Michael Stiglitz-Hotel 合作 对新地点进行了360度的探电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最新的苹果商店 带来的功能和改进 该店可能看起来与大多数其他苹果零售店相似 但它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专用提货区 提货区是商店内的一个永久性设施 有一张专用的桌子 顾客可以在那里从员工处获得他们的新设备 更有趣的是 还有一堵内置的抽屉墙 所有的提货订单都存放在那里